永不妥协 一旦一氧化碳超出标准 云端电子笔会自动透过团队设计的云端监控系统 第一时间把讯息快速地传递到个人、警察局、消防局或保全公司 让相关单位能迅速处理 然而加入了上网功能 却代表着云端电子笔的电力耗损 将会比传统的一氧化碳侦测器更大 针对这个问题 洪博士想到绝妙地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文型水力发电机 那只要有水流流过它 它就会发电 热水器在使用时 一定伴随着水流流过 因此水力发电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但是忽大忽小的水流 就会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个流量如果很小的时候 会发现它发出来的电 电压其实非常的低 连一伏特都不到 这是流量比较大的情况 大概可以到差不多三伏特左右 这是一方我们电路要工作 最基本的要求 那当然流量如果在更高的时候 这个电压可能会变得接近五伏特 其实这是有点危险的 因为电路设计的时候 不能承受这么高的电压 它可能会烧毁 经过不断的测试 团队研发出电力调节模组 彻底解决了水力发电 电压不稳的问题 透过这个电力调节模组 我们会包正 不管它的水流快或者慢 发出来的电 都注意让这个干测器量测到正确的 太好了 有了可靠的云端电子笔 以后使用热水器就安全多了 小飞 在不久的未来 装有干测晶片的物联网产品 将会遍布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哦 电子产品不会再只是被动地接受指令 而是可以感知环境与云端连结 主动地帮助我们解决大小问题 晶片发展的可能性没有限制 只要永不妥协的科学家们 继续抱持着旺盛的求知欲 与改进人类生活的热情 未来的世界一定超乎我们的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雇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雇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